有地表最强无根植物之称的空气凤梨 因为不需要土壤与花盆 小小特殊的造型 成为现在植物玩家的新宠 不少人也拿来当作办公室植物 以往都得由国外进口 现在后里就有业者引进自行生产 未来消费者不必大费周章 在台湾就能够选购 网子中一颗颗像凤梨般的小巧植物 因为不需要土壤 戒指与花盆 又被称作为空气凤梨 是目前植物玩家们的新宠 但因为台湾生产者不多 还是得从东南亚或中南美洲进口 看见这个商机 后里就有花卉业者开始投入生产行列 它这个种比较多的是在东南亚国家会种比较多 因为它要比较热一点 那当然台湾的冬天它都可以越冬 这些大部分都是从东南国家那边带回来的 不论是中间开出粉嫩花朵的多国花 或是冬季旧变色的小精灵 还有一整排向瀑布般的松罗 这里通通都有 虽然长得有些不同 但都属于凤梨科植物 相当适合搭配朽木树屑 或是简单的铝线玻璃容器 更能衬托出它们的有趣造型 它的倒户方式就很简单 它为什么会叫空气凤梨 它就是吸收空气中的水分 它就可以存活 所以说基本上你不需要给它任何的介质 也不需要种在任何的喷气里面 直接掉着 你就是一两天有时间把它喷一次水 或者是说在水里面加一点点的肥料 直接把它喷炒在上面 大概一两天一次这样就可以了 引进时原本只有一株 透过自行培育后 也从旁边慢慢长出第二株 业者这次从东南亚引进几款空气凤梨植物 希望透过自行培育及研发稳定生产 未来也将持续购入新品种 让植物馆家们有更多选择 记者的云轩 抬头头吧